不知道你点进这个视频会不会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没错,今年是2025年 视频要介绍的是五年高年的M1 如果你看淘宝百亿补贴销量榜 销量最高的不是M3,不是M2,而是M1 MacBook Air 五年老兵还能干掉它的后继者 这种场景在数码产品中属实不多见 我会说如果你用它场景是马斯和PPT 需求是长续航和好用的触控板 那么这台全新3000多,二手2000多的M1 Air 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每一件产品都有优点和缺点 对于两三线的电脑,它不可能样样都是优秀的 我总结了M1 Air的六大缺点 放在视频的前半部分供你参考 首先,这个8加256的存储配置基本告别了重度使用 即使是Apple最喜欢的视频生产力 这台8加256的M1 Air也不一定应付得过来 256的硬盘还可以通过外接解决 8区的内存就没办法了 效果一多,彩虹圈机要开转 更不要说AI超分 包内存之后即使不闪退 运行速度也会特别慢 这真的不能怪应用 2025年,8G内存真的小了 第二个问题是开盒角度小 MacBook Air的开盒角度约为135度 在平方状态下这个角度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于电脑支架来说 这个开盒角度就不太够用了 同价位的其他金箔本反而开盒角度更大 在使用电脑支架时不会有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MacOS 随着时间的发展 MacOS能兼容的软件的确越来越多了 但总会有不适用的场景 对于相关专业的同学 比如说我 将MacBook用作第二台电脑会比较合适 五是键盘打油 这个打于MacBook的键盘上比较突出 其他电脑上不明显 常见解决方法有键盘膜或者更换键帽 六是接口 AMI Air有两个USB4和一个耳机孔 对于投影仪的HDMI和同学的USB A口U盘 你需要准备一个一步到位的拓展物 我不建议大家买这种单个的转接器 因为这个电脑只有两个C口 去掉供电就只剩下了一个口 我现在使用的是多凯斯一转时拓展物 配备3A2C 一个HDMI 2.1 一个DP 1.4 一个SD卡槽 一个MicroSD卡槽 还带有一个千兆网口 我很喜欢拓展物的这一块小屏幕 可以显示充电功率 接口速率 对于数码发烧友来说非常友好 对设备的安全性也能及时监控 更强的一点是 这个拓展物还支持Switch 以后出差就不需要带那块巨大的底座和专用充电器 如果你对这个拓展物感兴趣的话 我会把它的购买链接放在评论区 你可以去看一看 ME Air采用新型设计 全铝和金机身 保证了电脑的结构强度 与Magic Book Art这样新推出的超轻波笔记本相比 ME Air 1.29公斤的重量 只能说还在轻波本范围内 并不是一个拿到手绘 哇哦的产品 得益于ME芯片的高能效比 MacBook Air M1完全取消了内部风扇 即使在满载的状态下 它依旧保持全程无噪音 有助于维护良好的摄友关系 由于其完全无噪音的特点 还创造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应用场景 就是在期末周这种时间比较紧的情况下 这台电脑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放过夜跑代码 而有风扇的笔记本电脑 可能就需要征求一下摄友的意见了 ME Air配备了一块2560x1600的2K60Hz屏幕 这两个数字看起来平平无奇 对比同样是3000多的机哥 已经给到了2.8K 120Hz 但ME Air这个屏幕素质 比机哥高了不是一点半点 Apple对自家产品完善的色彩管理 使得ME Air用来进行修图 调色工作优势很大 Apple的屏幕还有一大独家功能 也就是原材显示 可以根据外界环境调整色温 在室内暖光环境下 眼睛更舒服 在暖光环境下 相较于夜间模式或护眼模式等 原材显示可以让眼睛舒服的同时 保证色彩的准确 性能与续航一定是学生党最关注的部分 毕竟教学楼插座要去后面抢 图书馆插座要去中间抢 ME是近年来提升最大的一代笔记本芯片 我们本次的学习测试 分为考验续航的轻度使用 以及考验性能的重度使用 为了让大家对于这个数据有个概念 我拿了自己的Windows轻薄本 那在Ultra 9185H的华硕0114进行参考 对比1.5千克上下的平均值 这台电脑仅有1.19千克 是真轻薄本 电池为75瓦时 散热规格因为重量的限制到了28瓦 提前说明选取0114只是为了给数据提供参考 并不是对比两台电脑 毕竟这台Ultra 9的0114价格在5000多 比ME Air贵1000多 先在Cinebench R23中进行理论性能测试 10分钟循环测试 ME Air分数为6874 0114为11328 对比第一轮ME Air的7674分 0114的14577分 两台笔记本都有一定程度的降频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想要同时满足价格合适和足够轻薄 就只能牺牲性能了 不过这对于他们的用户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相较于持续性能 轻薄本的用户们应该会更关心他们的续航 续航测试中我们设置亮度50% 折合200nit左右 在观看4K网络视频的轻度使用下 ME的功耗还不到一瓦 包括屏幕等整机功耗约6瓦 对比X86机型 Ultra 9 CPU功耗约为4.7瓦的封装功耗 需要10.2瓦的电视放电 考虑到Lumen Lake更高一个维度的价格 ME Air的续航绝对可以领跑3000价位的一众电脑了 诺奖公布后 不少学校都加速开启AI相关的通识课 给飞科班的学生多多普及相关知识 这里我选取了TensorFlow罐网上有关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势力 去除第一组后将剩下9组时间相加 在这个测试中28瓦的Ultra 9耗时288秒 ME Air做出了187秒的惊人成绩 用时仅仅为28瓦的Ultra 9的65% 这个成绩与Themebench测试的理论性能居然完全相反 这是因为Apple电脑的特色功能 支持TensorFlow和PiTorch的核显加速 Windows这边想要用显卡加速的话 就只能上N卡了 和这些核显期末本就无缘了 当然这个测评只能告诉你能否用Mac写作业 并不是让你买一台Mac去搞科研发文章 跟老黄霞最普通的4060比起来 刚才这俩的性能就是菜机互浊 更不要说服务器上的4090 A100这种超强GPU了 综合所有因素 我认为这台电脑最适合定位为一款长续航的办公笔记本 得益于去搭载的开创性M1芯片 这款MacBook Air不仅在续航方面引领了新时代 而且在价格调整后 其性价比在MacBook系列中尤为突出 与之对比13寸的MacBook Air M2要贵将近1000块 15寸的MacBook Air要贵将近2000块 如果你的需求是长续航办公 也很喜欢这块触控板 还能接受我刚才提的6点缺点 那么M1 MacBook Air很适合你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求赞求币求转发 如果你还有其他想看的内容 可以通过弹幕评论私信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